沉默结舌 欧洲总主教住的超华丽宫殿长这样 这天我来到捷克东部摩拉维亚地区 探访一座因世界文化遗产而闻名的小镇 这里的总主教宫殿花园 建于15世纪 1998年一同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先来说说这10公顷的大花园吧 种植着超过2万种的花卉植物 而且据说在当时的欧洲 只有上流社会的人才可以享用像柳橙 柠檬这种亚热带水果 但这座花园最有看头的其实是 巴洛克斯的夸张建筑 比如说眼前这个由意大利知名雕塑家 创作的廊柱 长达244公尺 44个罗马神话雕像栩栩如生 走进花园中央建筑 穹顶及墙面上的雕刻壁画 将巴洛克斯的华丽风格展现得相当极致 而建于1497年的总主教宫殿 内部设计更是展现当年贵族皇宫的奢华 从一开始的哥德市 融合后来增添的巴洛克斯 甚至洛可可风 将近300年的建筑风格都可以在这个宫殿里看见 起居室长话是不说 我觉得最华丽的是这间 1848年奥地利帝国会议就曾在这里举行 白墙面搭配金雕装饰 被说是捷克最漂亮的洛可可风格会议厅 天花板还倒挂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 接着跟着我走进这间1694年启用的长书室吧 收藏33000本16、17世纪的古书籍 看看这分门别类原汁原味的书本 只能说雪海无牙是不分世代的啊 而这些地球仪也是从当时就保存下来的 这样古老的地球仪在现代看来 真是精致绝美的艺术品呢 洞新闻捷克报导 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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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